金融宮已經存在二十幾年了 那麼金融宮是照理是左邊就叫龍邊 龍邊要有一條便道 照廟一般的規定 那我們多人來說從右邊這個府邊 這個不是正常的道路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政府能夠合准讓我們助會 來從龍邊這邊開闢一條這個便道 我們現在在這邊呢 第一個是希望可以研究 這個看看可不可以採取農路的方式 或者是採取變道的方式 然後讓這個民眾參加敬拜的這個安全性可以做出來 爭取雙邊出路口 為的是讓信眾出路更安全 也符合風水上的龍骨邊 不過國有財產局有意見 公務處方面也指出開路條件還需要研究 還要回去討論 因為這個會有經過沒有承租 就是這邊沒有承租的國有土地的部分 這部分因為不屬於那個計畫道路的範圍 不是我們公務處的權責 所以有關他們要做 然後回去再問相關單位 會看最後結論 是請金奉公向國有財產局提出申請 土地所有全人同意後 再循序向區公所及水保單位提出相關申請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謝謝 不答案 謝謝 谢谢观看